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千多年的勺药种植历史让柏勺闻名天下 每年都有五万多吨柏勺从这里出发 经由古城的中药材市场销往全国各地 素有中华耀都之称的柏州 是一座充满苦风苦韵的城 街道两侧的房屋 大多是明清史的建筑风格 当地居民习惯楼上居住 楼下开店 商贩的阵阵吆喝声与锅碗瓢盆的叮当声 交织出这座古城独特的生活乐章 柏州地处安徽省西北部 锅河之盼 三面与河南省接壤 三千六百多年前商汤在此建都 春秋时期 楚平王为加强北方防卫在此铸城 从那以后 锅河上周急往来相望 一道中马帮商队摩肩接种 这方古老的土地上开启了千年的繁华 如今城内依然留存有十八条古街巷 北门大街是最古老的商业街 临次置笔的店铺 川流不息的人群 不知繁华了多少朝代 花戏楼街和南京巷最具人文色彩 精美的传统建筑里 留下了一段段商旅传奇 今天博州最热闹的地方 是位于古城南边的中药材市场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 和价格形成中心 每年四百多亿人民币的交易额 占到中国同类市场交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 走进市场仿佛进入了一座中药材博物馆 来自东北的人参 新疆甘肃的甘草 西藏云南的三西 西北淮山土 川广云贵浙 各种道地药材种类齐全 就连名贵的牛黄 鹿绒 山深 稀奇的旺江南 刘继奴 在这里也都随处可见 在博州流传着一句俗语 买不到的能买到 卖不掉的能卖掉 说的就是这里市场繁荣 客流量大 无论多少药材都能销售一空 这样的繁荣在古城延续了千年 关于他的奥秘 还要从一千多年前的 一位名医说起 位于永安街十二号的华祖安 是名医华陀的故居 相传华陀死后 家人四散飘零不知去向 老屋也逐渐荒废 到了唐朝 博州人为纪念华陀 在原址上建起庙里 后经历朝历代不断修复扩建 形成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 华婉骁是华氏家族的后人 遵循家族传统 他也走上了学习中医的道路 说起先祖华陀 他总是充满敬仰之清 华陀自圆化 所以叫圆化草堂 这个地方是华陀当年研读经书 研读医学典籍的一个地方 华陀生活在东汉末年 身为当地名医 他忌苦连贫 救死扶伤 不管是兵是民 只要找到他都会尽心治疗 在那个混战的年代 战争造成的创伤极为惨烈 由于缺乏有效的止痛手段 很多伤者在治疗过程中承受不住剧痛 呼天喊地 悲鸣振振 目睹惨状 华陀十分无奈 他非常希望找到一剂药 消除病人的痛苦 有一天华陀的一个朋友 告诉他自己因为在山上口渴 误食了一种野果 这个浑身发麻 然后就迷迷糊糊地在山上睡了一夜 华陀一听心中就非常高兴 说如果这种中药给这个病人服用 是不是就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呢 华陀按照朋友指引的方向 带着儿子一起上山寻找 见到野果时 华陀惊喜万分 打算亲自尝试 不料却被儿子拦下 他的儿子说 你作为医师 如果这个野果子有毒 你可以解救我 华陀看着自己八岁的儿子 非常不忍心 因为孩子非常小嘛 但是一想到 就是病人开刀的那种痛苦 华陀只能很下心来 委屈自己的儿子 去试药 华陀的儿子吃了第一个野果子之后 华陀就问他 有没有什么感觉呀 摇摇头说 没有呀 没有任何感觉呀 然后一颗接着一颗吃 或许是药效发作得太慢 十几颗野果下毒后 华陀的儿子才慢慢昏睡过去 华陀急忙把他抱回家中 可等到半夜 儿子还是没有醒来的迹象 脉象也越来越弱 华陀连忙救治 可孩子中毒过身 再也没能醒来 痛失爱子的经历 让华陀悲怆万分 尽管如此 他却没有放弃 经过反复实验 华陀终于研制出了麻醉药 他把这剂药 命名为麻沸散 以此纪念 因试药不幸死去的儿子 费药 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麻醉药 比西方国家早了一千六百多年 神医华陀 也因开创麻醉手术的先河 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 华陀的故事在古城中 传播了千年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博州人 也为博州 开启了药香满街的历史 华陀还有一个贡献 他把野生的中药材 带到田间过去种植 然后我们当地的博州的百姓 也在纷纷效仿华陀 在自家田地上种植中药材 自从华陀开创了中药材的人工种植后 小城里几乎家家都有药 有了密切的关联 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滋养下 博州孕育出厚德的名风 唐志里就曾赞誉博州 人厚之俗 勤浓士 勿衣服 人皆忠义 唐宋时期 每年重凉节 祭拜华陀之后 博州百姓就会自发聚集在庙前售卖药材 逐渐演化成庙会形式的中药材贸易集市 从而吸引了各地药商来自经营采购 一时间城内百业集聚 人口激增 博州因此成为十大旺州之一 直到今天 行走在古街旧巷 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华盛景 都是石板路 过去是大石条 大石条 请石条 王玉明在古城里生活了七十年 平日里最喜欢在八部六条街走走看看 八部六条街 走八部就可以走到六道街 八部之内就有六条街 对对对 这六条街包括呢就是 这个是茂部街 还有这个探场 还有这个碑部大街 还有这个什么帕子巷 还有带人街 加中间这个一点叫水砖碗 历史上博州城就有 一街一货 一项一品的歌曲 杨师街卖羊 白布大街卖布 大铜巷 出售铜锅铜勺铜盆等生活用具 礼仁街 曾是经营药材的街道 来自各地的药材汇聚于此 所有外地的 进入的都到这来 这边都是 都是残酷 繁花的很 如今这里的老字号 依然经营着祖辈的传统生意 博州人与药相伴千年 药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透过老街两侧的院墙 会看到古城人家的庭院中 种满了各式各样的中草药 您好 在忙吧 您好 种的植物挺多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在我们种源地区叫响花 它有什么药用价值 它主要是方知 温顶成药的 我已经能咬到你了 把它揉一下 它一会儿 立马就结养 对 主要是制养做肉 在满城药香的浸润下 古城里几乎人人都懂药 也深谙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之法 在博州人家的餐桌上 总有几道滋补调养的菜药 食物和药材的不同性情 在相互博弈与融合后 最终都会恢复到 最质朴天然的味道 你看这个是精介 好像就是博州这一块 特有的这一片 这个是寝量 明目作用 不错 这个就是那个废菜 降血纸 扩张血管 降血压 你像你做这个鸡汤 看着就很诱人 这里边都放什么东西了 放人神 天麻 还有枸杞 喝着没有那种油力的感觉 对 很清爽 会吃的博州人 把中草药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在每一餐饮食中 融入了阴阳调和的养生之道 所谓静心 顺气 感受到生命的长生长养 就是博州人餐桌上 最本真的滋味 明清时 因药而新的博州发展到鼎盛 凭借水运交通之变 天南地北的客商 沿锅河而来 在此经商居住 会馆 商铺 九四 遍布城中 为今天的古城 留下了一栋栋精美的建筑 这个花戏楼是哪年建的 花戏楼是建于清初顺日十三年 就是公元1656年 一定三百多年 花戏楼原名大观地庙 是古代商邦议事谈判 祭祀神明的地方 在博州 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 在建造戏楼时 极尽奢华 每一处雕花装饰 都精工细作 造型考究 历经三百多年风雨的花戏楼 是博州城繁华的建筑 关于他的由来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清朝初年 山西商人王毕和陕西商人朱孔岭 来到博州 两人借钱采购了大批药材 不料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 药材发霉变得一文不值 万念俱灰的商人无言回乡 决定一死了之 他们正准备上吊的时候 刚好走了一个老头 老头上 我刚刚卖了一只羊 我把卖羊的钱送给你们 你们呢 再做点小生意 从头再来 从头开始 两个失忆的商人 拿着老人给的钱 留在了博州 他们从小生意做起 靠着年复一年的打拼 成为了城里的大药商 发达后的两人 想要报答当年的救命安人 寻遍了博州城 却始终没有找到 那位卖羊的老人 他们看着博州人 也是很讲义气的 就讲博州人不博 他们有集资 新建了这个戏台 所以说 博州的老百姓 都可以到这里来看戏 戏台建起后 山西邦子和陕西秦枪 在古城中轮番畅响 远离故土的近闪商人们 与博州百姓聚在一起 不分彼此 亲如一家 博人不博 人皆厚道 这是一座城的气度和胸怀 更是博州繁荣千年的奥利 到了清朝末年 每年都会有五千多艘货船 从博州出港 装载着各种中药材 沿锅河而下 消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 近代以来 随着西医进入中国 传统中医药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博州也渐渐退去了 商业的浮华与喧嚣 但古城质朴厚道的民风 却一直未变 天气好的时候 街坊邻里喜欢围坐在街边 闲话家常 临街的住宅 店铺 虽然敞开着大门 却无需有人看管 我们比较平安 都是互相照应吧 你们在家我给你照应的 他们在家他给他照应的 都是互相照应 中医药之乡的人们 都有一套传统的生活理念 每天清晨 人们聚集在锅河边 用健康的方式 开启一天的生活 武琴戏是画陀根据虎 鹿 熊 猿鸟 五种动物的动作 创编出一套 去病易受的导引 整套动作锅炼下来 具有推动气血运行 增强脏腑功能 从而使身体达到阴阳平衡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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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您做这一套是 就是画陀的武琴戏吗 是的 是的 有没有过去身体不好的 很弱的 通过打这个武琴戏 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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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姐 对 马姐 过去身体哪方面不好 身体 腿疼 咬疼 现在呢 打了武琴戏以后 我现在腿也好了 咬也不疼了 晚了 晚了 晚了去了 是吗 我帮皮卡 亮亮着 72岁 真棒 您教我几个动作 简单的 你看我能不能学会 健康的饮食 合理的运动 豁达的心态 伯州人极齐了 中华传统文化中 关于养生的所有要素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大多长寿 百岁以上的老人 就有121位 伯州也因此有了 长寿之香的美誉 中医的最高几年是养生 那养生的最核心的要素 是养心 中医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叫舔淡虚无 真气充滞 我们现在对名利叫淡薄 所以伯州人们 不管是普通百姓 还是药商 给人感觉非常的厚道 实际上这种臭道 朴实的现象 是一种中华文化自信 和自觉的一种表现 这是一座掌握了健康密码的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无疑是幸福的 同时也充满着发展的活力 高仙岭经营这间店铺已经七年了 店铺的前身是路边一个小小的地摊 二十世纪初一场大火烧毁了博州城 曾经熙熙攘攘的要事消失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后 看准时机的古城人决定效仿祖辈 重新做起中药材生意 刚刚起步时 他们都是在原来的药市街摆药摊 摆地叉那时候 一天的留学你有多少 因为那种时间 因为欠别人的来的了 现在呢 有时候感觉也上钱 有时候也上话 别人那种时间 一个墙一个地 对于现在的生意 老高很满足 在他看来 药材做的是一个良心生意 赚的是本分的钱 有一次 一位外地商人 对老高的药材挺感兴趣 询问了价格后 没有购买就离开了 这个买东西 他不会一个散家私家来 他都不下手买 他过了三年 过了四年 他去做货 见过来过几块钱 客商货比三家 最后又回来找了老高 希望能按几天前的价格交易 如果按当时的市场价格 老高会多赚一笔 但他却想都没想 就按之前说的低价 卖给了外地客商 博州人做神价比较实在 这样一块钱 我只卖给他八毛钱 给他留两毛钱的利益 这个做神价感觉 有蛇 有蛇 做神价给人录得畅 宁可架上药生辰 不愿人间有疾苦 或许是长期与药打交道 博州的药商大多都中顺平和 豁达大度 做起生意来 不会资诸必较 大家有商有良 何弃生财 靠着人中取利 意内求财的厚道商员 这座有着千年历史传承的 中华药都 在沉寂了几十年以后 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如今博州城里 汇聚了十万药商 近千家药企 他们依托这座 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医者人心皆为民 药者担心不重力 富裕起来的博州人 没有丢掉厚道的本分 2020年年初 新冠疫情爆发时 古城人再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黄锡在《本草纲目》中 被誉为补药之掌 有守正补气之效 是经常使用的药材之一 作为药商 卢宇祥会常年备货 2020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28 在距离除夕只有两天的时候 这位博州药商 突然接到了一个 来自荆州中医院的求助电话 我们药材市场 当时就是已经放假了 打电话的时候 也是临近年根了 就是大家都忙着过年 但是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也比较着急 那时的卢宇祥 已经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 湖北突发新冠疫情 黄芪 仓竹 莲桥 金银花等中草药需求大增 为挽救患者的生命 疫区的每一位医护工作者 都在和时间赛跑 卢宇祥身知事关重大 荆州中医院急需的这六吨药材 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筹集到 当时卢宇祥自己的仓库里 只有两吨左右的库存 无奈之下 他只能与其他药商联系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当时有一个 我们跟一个商户打电话 当时就是他们正在准备年纪犯的工作 然后他们接到我们的电话之后 就是二话不说 放下手里面的活 然后就是打开库房 告诉我们 这药材你们随便拉 煎好的拉 这批药材的市场价将近四十万元 但所有的商家 没有一个人跟卢宇祥提钱的事 在他们看来 药材本就是治病救人之物 一方有难囚于门下 清囊相助是药商的本分 疫情平稳后 参与为湖北筹备药材的商家 不但没有多要一分钱 反而主动降低了价格 只是象征性地收了本钱 博人不博 人皆厚道 2020年的那个新年 到处奔走的 还有一位物流公司的负责人 那天胡杰也接到了 卢宇祥的求助电话 当时心里就想 这次去能不能回来 都是个位置数 最后怎么还是去了呢 最后还是想 灾难来了吧 我们能出一份力 还是要出一份力的 从博州到荆州 相隔近700公里 在那段 人人都有些恐慌的时间里 胡杰和他的车队 成为了大年夜里的逆行者 他们连夜起程 分文为去 把这批药材顺利地送到了湖北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中医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配合前方的战役 古城中的药商们默默地进证自己的本分 博州也成为安徽省最早复工复产的城市 为中医药抗击疫情提供着保障 作为中华药都 平均每年有七十多万克商 循着药香而来 满载而归 也把博人不博 人皆厚道的美名 传向四方 博州 这座因药而兴的千年古城 带着中药药的芬芳 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 它繁华过 萧条过 但从没有放弃过 厚道质朴的一脉古风 一直在古城中流传 心上一颗秋 梦里有消愁 冬年 童年滑过的枪 已被回忆带走 少年历过的枝 还在阴面伤透 青春爱过的你 而今相容依旧 心上一颗球 月下是香肠 只闪着跌几朵桑桑 不用再去温垂流 心上一颗球 谁人无相仇 满卷诗书云香远风 有人陪你看心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